我們現在來到高野山的廟叫做蓮華丁苑 然後這個地方差不多有157間廟 然後有差不多50間可以住人 所以我們一樓開過來看得到很多間 真的有路客來這裡住廟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再來我們現在已經辦 check-in了 我們在內地住廟 然後我跟媽媽跟大家介紹 這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因為在內地的房間 大家都是這樣一個時間 6點的時候開始吃飯 我已經很晚了 所以有的人吃飽有的人還會吃 有的人跟我們一樣差不多時間來 check-in 然後這個時間裡面 旁邊全部都是外國人 所以很特別的一間外國人來這裡大廟 然後在這裡吃素 很好玩的經驗 動作的食材會很清爽 還有意外都很好吃 然後口味都很清爽 所以我覺得不錯 中間的食材都沒有很多素材 都是切菜 所以今天這個是更加多美麥 嗯 嗯 感覺非常有煙 欸…這是我們今天大的地方 不知道,不然要收拾吧 不然裡面呢,是沒有 沒有什麼,是洗褲間的 所以等一下,我要先去洗褲 因為呢,這麼高點就不能再洗褲了 高點是門禁的時間 然後呢,今天有拿到另外一個東西 經文 所以呢,那外的時間呢,我要來炒金 然後炒炒之後呢 要把它燒掉 然後這裡最有名的,高野山最有名的 就是那個空海大師 然後呢,要量一下一段經文 然後,就是求那個空海大師 幫你補鼻子這樣 好,那來洗褲洗料來炒金 剛在廟裡面啊,真的是很清幽的 剛才去洗褲洗完啊 現在就在寫薪金 然後呢,薪金寫完之後呢 待會湧湧的就準備要休息了 因為這裡高點門禁 然後再來就是 剛才就是當名菜 再去爛鍋的早課 好,然後這個 經文啊,寫下來之後呢 可以寫自己的地劑和名 然後就是你的祖先 和火箱出去 名菜呢,要退房的時候 拿到那個法書 它會把它燒掉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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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的替陽 一個… 就是…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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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野三家 就是在廟住一天 这就是我们大厅的廟 这个廟很特别 它是190年建的 所以你如果推算回去的话 差不多是一千年前的廟 最特别的是 你可以看到一个六文钱的灯笼 为什么有六文钱的灯笼呢 这是一个五四家的家伙 叫做增田参信和增田信凡 这两个人是怎么呢 他们在1600年的时候 官员大战就是德川家康 跟风陈秀吉的烟炸的时候 然后他们增牌 增牌后走来家 然后增田参信和增田信凡 他们就是在高野三年华定院 这间廟在这大 在这大后跟这个廟的结縁 结縁在后在后面 这间廟烧起来 烧起这部分部分的东西 不烧 有的有需要重建 所以增田家 就拿一千元出来 然后帮助这间所再重建 那因为跟这个廟结縁 后 他就把他的家伙 给这间廟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间廟有 增田家的两家伙 一个是六文钱的家伙 那一个是门上头 像家伙一样的一种 叫做燕金 那个家伙也是增田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图示 都让这间廟用 这样这个廟的旁边 有增田家的梦 大家想要看吗 不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 是百万要带你去看中庭 很多中庭都有一种枯山水的设计 那枯山水 其实就是在阐述中 自然观世界观的概念 它是对它的辅导过来 那可以看到后面 有一个枯山水的栋 这个栋其实是繁文 它的名字叫做 核立 如果你有现出的话 你可以查核立的繁文的意思 主要的意思就是 一个黄米豆腐在禅定的意思 什么叫禅定呢 就是黄米豆腐坐在莲花上头 然后在做禅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栋 就对了 就是 你可以看到图案的楼殼 你看图案里面的空白处 是会这样 这样下来 其实是这样 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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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你下来 然后它的益上 它外出的益上就是这样 阿米豆腐站在这里 然后这样 嗯 嗯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乖 好 就是这种益上的 好 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地方 不说 它就是 这个 有他们的 是一个 增田家的那个帽 然后可以看到它墓碑 上面的名字 因为它原本的 那个增田参姓 它是 他从头来来 他们的儿子有一个叫做 真田信 信 第一个信是相信的信 第二个信是幸福的信 他要让德川家相信 他要反叛 所以他就把第二个信 改成知 所以变成是相信的信在第一个 后面是一个知 就是你相信我就对了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真田家就不让灭族 这个墓碑上头 他叫的是原本的名字 这也是一个很专门的地方 他从来 他家的面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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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的银子 因为他躺在这个庙 躺在这个庙就跟同样 网课、早课 每个人都会收费 所以庙有给他一个法号 叫做好牌 好牌是他的法号 最好算的是 他以前有他以前时代 1600年前老了的苏醒 他中间就是 曾田信凡 他躺在这里的时候 他要喝酒 所以他叫他们小弟 把酒送起来的时候 要把苹果、苹果、苹果、 不然酒会流出来 然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庭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水梨站起来的地方 看过这里有风数 有吗? 曾田参信和曾田信凡 他们两个小孩 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看的风数 500年前到现在 我看的风景是同样的 不过呢 我没要穿越 我要在这里就好了 我没想要穿越去古代 这个地方的过去 就是刚刚我一开始 早课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认识 然后呢 这是什么 那个库山岁呢 也是一个 河里的图像 然后就是 黑米豆腐作产的地方 想到这里供奉的 就是黑米豆腐 黑米豆腐 就是上顶头的身 其他身都是他的 这是你的祈愿 如果你有预订的话 你可以把一些东西 就是你祖先的名字 或是你要祈福的名字 随随起来 然后前面 早课的时候 晒乎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会把那些名字都量出来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帮忙松金祈福 我感觉 你如果有机会 在这里 可以在床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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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然后你起来想 大家可能都会 在家人家在家 都会回来回来 结果 全部的职符 坐下来 开始量金之后 换出来 喔 气场 完全不一样 然后 它量金量完 其福其寥了 最后会有一个 宴雨故事 第一 书富量完 人物之后 它会用英语 然后主要 大部分的意思就是 你要放下你的贪嗔痴 然后你全部的恶劣 其实就是来自你的直恋 所以你应该要用你的开怀心去面对 每一天 崭新的每一天 那你的心情是好的 你眼睛开出去就是漂亮的 当然你的心情还是不好的 你开出去看世界就是都不好的 然后呢 把你的心情放给庆山 做生死就对了 这就是什么 散的循环 你这么低的拿想起来要吃脏的肉 你竟然吃肉 哎呦 你快点也有脑 很认真 我现在要来替帮 然后呢 心里呢 是不能拖肩膀 因为这是重要的无法遗产 不能拖肩膀 所以我要用虔诚的心 把心理抹黑 负重前行 然后来去替帮 我现在在讨论 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现在在讨论 他这有一个真田家的家灰 的帽子 我买一个茶碗 然后又买玉手 然后这个玉珠印 很专门的 可以看到这是陆角 还有盔甲的武士 这个是真田家的象征 有材料住在庭里面 还要办手里的 就拿水底子而已 有材料住在庭里面 有材料住在庭里面 是